今天跟大家share一个好消息 非常非常好的消息 就是我经过几个月时间的 口服激素药丸和 低这个叫什么 米诺西蒂尔 我觉得我的发际线 头发好像长出来的一些 这是非常好的消息 我讲过我一定会去执发 但是执发的医生告诉我 即便你执的发 还是要做的叫维护 所以早做比晚做要好 那现在看起来还是有效的 就有一些绒毛类的头发 开始长出来了 对 那这样一个每天坚持的动作 给了我很多启示 为什么你应该每一天 坚持做一件事情 不管这件事情是什么 只要你每天坚持做一件事情 你都会很厉害 尔湾的小伙伴们 如果只是排队去买Omomo的话 其实尔湾还有另外两家 还非常好喝的奶茶 一个就是这个虎适 Tiger Sugar 还有一个是叫Sun Bright 这两个奶茶店也都非常好喝 推荐大家尝试一下 哈喽Dylan 你好 你有什么消息 要跟大家官方宣布一下吗 我换新车了 我买了一双新的篮球鞋 就这样了 哦 这先不说吧 Good afternoon Dylan 哦 So cool I know 你不是经常在那边说我娘吗 你看一下你自己喝什么东西 等一下大家看一下你在喝什么东西 我没有说你娘 我说你 Pink Drink 因为你打人球的动作 我打人球动作是很正常的 真的 Really Yes 如果觉得Dylan打人球像小女生一样的这种 比较soft的挺打1 如果觉得他很strong 我没有说我打得很strong OK 我没有说我打得很strong 我没有说这个 我原来打人球很正常的 请打2 我们现在你不要换话题 我没有在说篮球 我们是在说这个喝的的事情 Pink Drink Pink Drink 我觉得是OK的 然后你也在帮你说吗 今天是Dylan陪我们一起来接Lukas 学基建 如果一直看我的Vlog 最近Lukas又喜欢上了基建 这是他已经不知道换过多少个运动之后 最新的一个项目 还是挺冷的呀 我以为不冷啊 Thank you 每天坚持做一件事情 即使是一件非常细微的事情 它足以改变你的人生 它可以改变你的容貌 它可以改变你的身材 它可以改变你的谈吐 改变你的气质 改变你的事业 甚至改变你的运势 我没有整过容 但是我整过牙齿 在整形之后用美白剂 每一天30分钟对它进行美白 这样牙齿就很洁白 很好看 在面对别人的时候谈吐很自信 在拍视频的时候 上镜效果也比较好 那还有很多其他的 像有一种滚轮 对吧 你每一天做瘦脸 或者是贴 双眼皮贴 只要你每一天做这个动作 日复一日 它真的可以改变你的容貌 Hello Happy New Year 开完会了给大家看一下 Mary的New Car Hello 也是一辆Tesla 黑色 白内 也好帅气 六座 恭喜啊 谢谢 提新车啦 等了一年了好不好 真棒 因为这个问题它又要重新去弄 重新改签机票啊 或者是怎么怎么样 Yo 当年给你一辆 是 你不要 现在后悔了 现在又有点后悔了 怎么了 大写的恭喜啊 谢谢 又当罢了 两个女儿 两个女儿 而且二女儿的生日在 元旦 1月1号 元旦节 啥名字来的 Lienna Lienna 非常幸福的 两个小面好 真好 早上1号 不过人家讲了 还要三瓦四瓦 努力吧 加油 好多人恭喜你 在我视频底下 谢谢大家 你可以去恢复一下 谢谢 关于它可以改变你的身材 这个就更不用讲了 如果你坚持每天健身 不管是有氧还是无氧 跑步还是露铁 你的身材很快就会发生变化 我身边的桂香就是一个很显然的例子 如果你可以每一天写一篇文章 或者是以一个主题为内容 拍一集视频 发表一次演讲 日积月累 你的谈吐一定会变得不凡 Hello Fifi 今天写怎么样 考了91分 考了91分 嗯 这么厉害呢 就奖励一个kiss 嗯 嘿嘿 其实是她奖励我 她有时候是不是很傻 拜拜 See you 送完女儿去接儿子 接着要我们的话题 对大家发现关键点没有 关键点是你要每一天持之以恒 不能间断的做一件事情 那就不管什么事情 它都会改变你 我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我整牙齿之间就不说了 我觉得对我改变最大的事情 是我开始日更vlog 我大概在几年之前 五六年之前 除了最近的这波日更之外 我有一波比较长的日更 好像坚持了快一年时间吧 every day 每一天我没有miss掉一次 有一次我们甚至是去旅行 在旧金山住了一个特别豪华的酒店 结果那个酒店的网络特别差 我根本都没有办法上传视频的 我用我的手机网络 还坚持上传了一条视频 去解释那天发生什么事情 没有断掉一天 在那一次日更vlog的过程中 我得到了极大的锻炼 你的构思能力 你的拍摄能力 运镜 后期的编辑 包括整个一个你想表达的 内容的构架 对我各方面都是一个全方位的提升 正是那一波坚持不懈的每天做 拍摄视频那件事情 可能有一些视频拍的也不怎么好 但它对我的能力是一个最大的提升 也改变了很多我的思维模式 表达方式 等等等等 所以 这是我想表达的点 不在乎那件事情是什么 在乎的是你每一天坚持做 我从初中二年级开始在学校参加篮球队的训练 我的恩师戴老师 他其实不是科班出身的了 但是他有一件事情做得非常了不起 就是 常年坚持每一天带学生训练 我说的每一天是 真正的每一天 我记得在我们参加训练的那些年 每一年只休六天 初一到初六 大年初一到大年初六的六天是不用训练的 其他大年三十的上午我们还训练 否则的话就是 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 甚至他真的有事比如说 急事啊生病啊或怎么样 他都会要求高年级的学生 带低年级的学生也要坚持每天训练 正是因为每一天这种训练 我们篮球队说实话 我们那里的孩子们可能天赋不是很 身高啊力量啊各方面 但是我们的成绩一直很优秀 我们打全省的省运会干嘛呢 一直是名列前保的 因为我们坚持每一天训练 这是很难做到的一件事情 我日复一日的做一件事情 改变了我的容貌 改变了我的身材 改变了我的贪图 当然他也改变了我的气质 我自己回看七八年前我拍的视频 我觉得我跟那个时候好像已经不再是同一个人了一样 变化非常非常的大 我觉得这种变化还在持续不断的发展过程中 那这些变化就像我前面所说的一样 它也改变了我的事业和我的运势 我从一个默默无问的地产经纪人 没有任何导师带领的我自己去学 自己去闯去拼 到现在我是一个23个人的团队的team leader 我觉得这些都是每一天坚持做一件事情带给我的变化 对所以如果在我看我视频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正在坚持做一件事情 觉得很枯燥很乏味 难以持续下去的时候 我鼓励你们用我自己作为一个案例 来鼓励你们坚持下去 我们甚至可以有一个约定 你们到我的 我现在已经没有日更了 过去我日更的时候我可以说 你们到我每天日更的视频底下打卡去回复 说你每一天坚持做了你每天要做的那个事情 这就很了不起 时间会回馈你 就像投资房地产一样 跟时间做朋友 时间久了 你就会看到结果 对 所以这是我今天想要分享的 这几天的vlog剪在一起 可能会有点乱 但是我相信我的key point 大家都已经get到了 Hey Lucas 今天练得怎么样 可以 可以 我好吧 你觉得你是越来越喜欢这个运动了 还是没有一开始那么喜欢了 我越来越喜欢 我问你 对 所以你是越来越喜欢了 对 ok ok了朋友们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vlog了 请关注我们的频道 因为在下一集视频中 为什么这么短 不是平常到晚上吗 因为我把最近几天都剪在一起了 虽然我们现在断了日更 但是在下一集视频中 我们会介绍两个比较重要的消息 一个是关于我自己的拍摄内容 另外也是关于我团队的小兄弟Dylan 非常重要的 人生时刻的改变 对 所以我们下一集视频见到朋友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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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